内蒙古的艺术家林峰定居在屏东万丹乡20年 他介绍内蒙古文化已经很多年了 获得了大众的回向 后来他改用烙画的方式画内蒙古 现在他的作品在屏东的佛光源美术馆展出 要让更多人来体会内蒙的草原文化 20年前因为结婚来到台湾定居的艺术家林峰 开始了他喜爱的绘画创作 从油画水墨开始 直到2012年开始用烙画描绘内蒙古景象 走出自己的风格 烙画这种少见的创作媒材 呼应了内蒙古广阔苍茫的环境 获得许多民众喜爱 宪正于佛光源美术馆屏东馆展出 一连南北情歌展 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要想创作这个烙画内蒙古的 我是本来想要先画台湾的 因为我来台湾有一些感触 我想把它用画笔画出来 可是在演讲过程当中我就发现 人们对内蒙古还是太感兴趣了 所以我就决定改变我的计划 就先画内蒙古 因为烙画它有一种黑色到咖啡色 再到浅黄色的这种渐变 所以整个的画风显古朴 然后有一点点神秘 这样的氛围表现内蒙古的历史 人文宗教就特别合适 所以说我用这个形式画内蒙古 画的越来越感兴趣 就是想把内蒙古的状况 展现给我们台湾的相亲面前 林峰作品不止在台湾亮相 2019、2020更出国参加日本烙花大赛 今年更获首奖总冠军 即使不同风俗民情 美的事物总是不分国界 这档展览富含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 他也感谢台湾这片土地 提供他艺术的养分 人精卫15勇取屏东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